不愧是台南啊 不管这海间是从外面进来的 甚至是说他们自己处理的 他们吃起来都是鲜甜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台南这里了 然后我们身后这家是 福尔摩沙游艇酒店 它除了是一家看起来非常 新颖的酒店之外 然后它前面这边 竟然就有一个游艇码头 然后最近有很多人 跟我推荐这家酒店里面的 自助餐吃到饱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 我们就进去吃吃看 它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去看ğim看 都会带进去 菜市場 quer区 你 在这里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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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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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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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j 来吧 鲑鱼 我觉得我们在吃完前面生鱼片之后 吃到这个鲑鱼了 好像突然觉得 好像还好而已 难捏 接下来我们来到泥姓的部分 来 我们在日本有敬你们 请不要 适合 来 来 这个 在这边 看 我 你 红虾 还有说今天它这个红虾 虽然吃起来口感有一点干嫩干嫩的 不过我是觉得OK的 猫啊 这鱼肚部分好肥喔 可以把它当成鸡腿来一坑 这个肉真的是太肥美了 我可以刷卡吗 这是信用卡 你们刚刚有听到吗 我们今天一个人来这边的评论晚餐 用餐费用是1188元 我是觉得说以这个价位 在台南有这种环境啊 还有给这样餐点水准 好像还蛮OK的耶 鵝啊 各位啊它是浓烈的蒜头搭配上新鲜的鹅啊 它整个吃起来又甜又香耶 这个我觉得很可以的 还有这时候我们吃到海鲜 一定要用这一杯白酒 敬下你们吧 鸭胸 是说各位啊 你们还记得你们平常在吃到饱吃到鸭肉 是不是大多都是干干瘦瘦的 可是今天吃起来的口感竟然是肥嫩的耶 它这个肉质很可以耶 酥热排 嗯 它今天这个猪肉排口感竟然是我们一咬肉就烂掉了 诶我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耶 这真的是鲜鱼吗 但是它不要吃圆雪就好了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圆雪 可是自从有一次我在毕业旅行吃到一个圆雪 然后大家都不吃 我就把整盘身份全部吃完 结果才发现完蛋了 我从晚上一路爆炸到隔天早上还在爆炸 从那之后我就不敢再吃圆雪了 来吧火腿 来吧火腿 它不会像我们平常吃自助餐 你可能吃到这火腿会觉得些许有嚼劲 然后再带着香味 可是它现在火腿口感吃起来 我觉得老少皆宜啊 牛排 各位啊我们还记得我们那次拿高米吃到这个鱼烤牛排的想法吗 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对这个战域有加 可是没有想到我今天他竟然遇到一个对手 他这个鱼烤牛排吃起来就是软嫩不会干彩的耶 这个很厉害呢 谢谢 敬你们啊 OK啊 那我们已经吃完第一回合东西了 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东西 回来吃吧 似乎不好意思 这是 这里有帝王蟹宝吗 有啊 我想要一个 可以拿 谢谢 香鱼 啊 热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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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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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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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